郭文貴議員 他再次公開向羅智光局長追訴 以及要求他給我們一個期見我們相關的行業工會 就算外負問題持續跟進 這幾個月來我們都持續收到一些投訴 處理我一些小型的工程 都是以往的外負問題 典散費、長浮金酒素、年資沒有了 新合約、工資平和舊合約問題 歸根究底背後的問題 就是政府有沒有承擔作為外負員工最後的責任人 這個政府的大原則 在一些個案裡面 我們見到政府的部門 包括部份房屋、村屋、村屋、村屋、區域經理 對這件事好像是自若無睹、扮中立 這種不作為的作風我們要批評 當然羅志光局長成立的花部門和勞資寬三方面的工作小組 都已經運了幾個月了 具體有什麼方案呢 其實應該要盡早跟勞工界交代和諮詢 當然我們勞工界不只是關注 長浮金和遣散費、走數的問題 亦都關注合約、轉合約時期 其他的員工平衡問題 包括是年資的問題 包括是工資越做越便宜的問題 包括是整個招標制度 架低者得 那個僱容權益 那個佔的評分比例 是完全不合理 完全是過低的問題 這些都是我們希望政府 要在檢討的時候 面對和要處理的 當然最好我們認為政府 中長遠來說 是應該要減少外判 特別是一些長期有服務需要的單位 為什麼仍然要做外判呢 政府既然不是缺錢 既然現在我們政府有財政營權 是不是能夠有一些政府的部門 能夠做回直接的政府的聘用模式 去對照究竟是外判好 或者是政府自己請回好 由服務使用者去給回評價 這些都是我們希望政府在檢討裏面做的 我們希望政府的檢討裏面 不僅是處理遣散費和長復金走數問題 是整個政府怎樣看 它對這班外判員工 能夠作為一個最終責任人 這方面的體驗問題 怎樣令到外判員工 就算真的政府要它有外判 怎樣能夠保障到他們的薪財待遇 不會過低 怎樣能夠保障到他們 在同一個地點 但是因為轉公司轉合約的期間 所有的權益 是要得到保障 就如好像長期平庸的一樣 這樣我們期待 羅志光局長能夠盡快 跟我們龍空界去回應的 都歡迎多謝各位 這幾天都很多的問題追我們 其實大家的追我 其實我一樣都是很心急 追羅志光局長 希望政府在這方面能夠 我期待他暑假前 能夠再見我們所屬的工會 能夠在暑假之後 我們希望有一個初步的方向走出來 還有在這個中間的時間 沒有任何新政策之前 其實各個政府部門 都應該有一些採取的措施 包括當合約轉的時候 該部門的前線的經理 或者區域的經理 能夠清晰地向同事 直接去說明他們的勞工權益 亦都是要再次是要帶來監督 那些承辦商的責任 不要再被那些承辦商出現 剝削勞工權的情況 好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地方想要補充 好 謝謝 你怎樣看那個議事規則的修改 就是現在對議會的情況 需要去考慮 就是對於一些合法的議員 去到有停賽 或者處罰新增的措施 這方面我們公園會 沒有准得到的 但我覺得議員在議會裡面 是要遵守他的議員的行為的標準 這個符合市民期望 但具體怎樣處理 我們沒有正式的研究 謝謝